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有兩根相同的氫彈簧 和一個物體組成一個懸吊系統 兩根的彈力長柱都是K 物體質量是N 平衡的時候,兩彈簧恰語 千石腳加53度 現在他說,若把物體稍微往下拉一點,然後放手 那麼他會做簡訊運動 那麼他問說,這個正當的週期是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我們這樣看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三粒平衡 那三粒平衡你稍微拉一下,放手以後 因為這個彈簧多出一點點伸長量 所以他會多出一點點力 那這樣的話會把這個物體讓他加速 那我假設他往下拉一點點的話 拉到這裡 好,那我把它畫在這裡比較清楚 好,這是本來齁 這是本來齁 這本來的長度 然後呢 好,這是M 稍微拉一下 拉到這裡 好,我們只靠一邊 另外一邊也有 另外這一邊也是 好,那麼他的生長量 如果你拉得很小 那麼這角度變化也很小 那麼他的這個 生長量 大概就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德塔L 德塔L 是原來的長度變成這個長度的變化量 那這個應該多少? 這個是53度 所以齁 這53度 這幾乎是指角 你給他做一個什麼呢? 等腰三角形 做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這個角度去進行的話 這個幾乎是90度 那這90度的話 這個是90度 那這53的話 這也是53 因為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這個94 所以這個是53度 所以生長量呢 德塔L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是等於那個 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我們叫德塔Y 德塔Y是什麼呢? 結果說 這本來是平衡點 那你往下拉 就把這個 小物體往下拉的話 這一點 從這一點跑到這裡來 這個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德塔Y 那德塔L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德塔Y 那這一個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這個 cos 不是這三度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那麼他這個 增加的力量 增加的力量 增加的力量的話 這是增加的力量 我們叫德塔F 是等於這個K 這彈簧的彈力長度K 那乘以德塔L 但又有兩邊 有兩邊 因為那個 那個力量是往這邊 跟這個牽直線加什麼 加我這三度 所以你那F 這兩邊增加力量 這等於 這等於兩倍的德塔M 他把它投影在牽直方向 cos 不是三度 這等於二 乘以多少呢? k dataL dataL 就是 k dataY cos 是三度 這等於二 dataL 是多少呢? 是k dataY cos 是三度 他再乘以cos 是三度 那這個都做出來了 那這個是 這是五文字三 cos 53度 是五文字三 有兩個五文字三 就是 2k dataY 乘以 5分之三的平方 這等於多少呢? 這等於 25分之多少 18 928 k dataY dataY 就是 這個小球 往下移動的 那個 那個 政府 從這裡 從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來 然後給它放開 再來做 一些移動 也就是你看 恢復力 恢復力跟 德塔Y成證 所以這個是根據 虎克定律 這等於是虎克定律 我們知道那個f 是等於kx的話 那麼它周期呢 就是多少 2pi k 或者f 現在這個k的話 是這個 這是20 這是k' k' 這個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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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t又等於到2pi 它跟它多少 k' 25分之10p' k' 啊 分之多少 分之那個m 所以就等於2pi 看到多少 嗯... 18分25 18k 分之25m 6 這招 這個就是它 tool 省